受险业面临禁止保卫战 因为防疫保单的理赔 下周估计会突破1000亿元 这是让业者深陷在这些理赔风暴 现在掀起一波增资潮 已经有4家产险申请了 警管会就说会密切观察 要考虑出手相救 过去的防疫保单之乱 现在是产险业生存大战 根据警管会13号的最新统计 防疫线的理赔金额 已经来到700多亿 疫苗险也有187亿 加起来总赔超过900亿 防疫保单理赔金额 突破900亿大关 这也让产险业快扛不住 最新公布国态产险单月亏损 就高达35亿 而富邦产也亏26亿 现有的这个数字 大约是在19%左右的这个确诊率 那确诊率每提高1% 那以我们过去来看的的话 预估大概直接的损失 会增加10亿左右 产险业陷入理赔风暴 进而掀起一波巨大增资潮 警管会统计目前已经有4家产险 申请增资获准 分别是国态产增资100亿 富邦产增资150亿 新南东京海上也增快150亿 中性产则增90亿含二度增资 合计申请增资487亿元 那再来是有关增资的方面 国态金控已经在6月增资100亿 并全数到位 摊开最新的金融保险业半年报 有三家受险 净值比都低于法规 清偿能力指标的3% 南山 鸿太 三商 美邦 都在2%以下 如果再这样下去 依法将面临强制增资 这也让金管会出面 会密切观察 净值过低 其实低于一定的水平 这个公司就会面临到 退市的一个风险 所以其实 这个对于有上市贵的公司来讲 净值的下滑 是一个蛮可怕的事件 就怕引发骨牌效应 受险业禁值危机 金管会只得出手相救 东西财经新闻 陈一轩 张华珍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